《优优独播剧史》 这个作品创作于2014年 2014年 当文化部 欢乐春节 他有一个征集 那么是为了这个 写了大概 8、9分钟 这个样子 写完了以后 他们在北京 预选 预选以后 在早月队 进入第二轮赴赛的时候 他们就演奏 演奏的时候没有叫我们去 那么我就希望他们 严格地按照速度就这么 那么他们结果找的是 北京东方交响乐团 那么东方交响乐团也没听说过 后来才知道 东方歌舞团改变过来了 那么就是后来他们给我 寄过的这个音响 听了以后觉得还可以 那么我就希望有机会 如果有更好的就给他再好好演 但是那一年 一共第二年进了二十来部 然后最后挑十部的时候 比较幸运还是被选上 15年 15年英国PBC到上海来演出 演出的时候 那个东益 东益他们有一个这样的活动 他们办了一个这样的项目 上半场是他们那个PBC的曲目 然后下半场给我们留了半台 上海创作曲目 然后给我们音乐学院 叫我们选四部作品 那么我们院里呢 院里选了杨院长 杨院长那时已经刚过世一年 杨院长的一枝花 二人会以为对这个作品 然后另外三个我们要选 那我们创委会 创委会那个时候 我们创委会很多人都送了作品 然后在那我们吴济明就在那挑 跳的时候被选了 被选了送到英国 那么他们来15年来演奏 那么演奏的时候 最后彩排的时候叫我们去听 听到有很多遗憾 但是也来不及了 只能把大体的东西说一下 然后晚上就演 那么从做起家乐调的里面 可能有这样的遗憾 但一般的听过都听不到出来 都听完了以后都觉得挺好 我自己虽然有很多遗憾 但是我也只能这么默认 那么这一支有机会 这个广西那个钟晋成教授 要一个这样的作品 所以我也比较高兴地 挑了一个这个作品 然后借这个机会 也不是那么太难 那么到那再好好奏一把 所以这支广西东盟一面结 有这样的机会 也是非常感谢他们 所以这支在那演 总的来说 他们也是很努力 然后我们上海区的张亮指挥 也是很优秀的 他也很努力 那么我们共同努力一下 这个作品还是演绎的比较不错 所以也是比较开心吧 这个作品呢 本来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小作品 那么江南的风格 最早是灵感源于明月队 写明月队 那么明月队也不太熟 那么找一个明月队 比较适合江南的这样的风格 所以找了一个这样的素材 那么曾经我是写过白娘子 白娘子多媒体语 交响音乐这样的音乐体材 那么其中我是写了第二章 春夏秋冬的第二章像 那么那个时候 我们统一规定了两个素材 一个是白娘子的素材 米拉索 这个是白娘子的素材 然后许仙的拉索 多米或者多米 六度的 那么我是曾经写过这样的音乐 这个里面 这个是比较民族化的素材 所以我在那边用这个两个素材 从头到尾 从头到尾 拿这个东西贯穿 做个对比变化 然后配机上 音色音响 对比变化 起伏 以这样的方式结构 所以这个音调 我们中国人是最熟悉 这个是最熟悉 那么关键的这样的熟悉的音调 来音乐形象这个方面 我是音质创作方面 就比较注重形象鲜明 那么让人们听了以后 音乐听了以后有感受 那么这个是我一直 这个方面要注意的 然后里面的素材材料 比较统一 以这样的方式 形成一个完整的音乐结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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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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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